三国演义中 死于万箭穿心的武人 万箭穿心 想想都觉得心痛 三国很多将领都是从年少的时候开始征战沙场 沙场上危机四伏 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他们一步步走来 从最初的无名小将 成为了国家不可缺少的将材 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真正在沙场上回来 寿终正寝的很少 在沙场上最惨的死法 莫过于万箭穿心而死 那痛苦自不用多说了 孙坚三国中第一个死于万箭穿心的就是孙坚了 孙坚自闻台 他可是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的后裔 他曾参与讨伐黄金军的战役 以及讨伐董卓的战役 战功赫赫 在讨伐董卓的关东群雄中 孙坚军是唯一一之数次与董卓军队进行正面交锋 且取得大胜的军队 可惜后来元树派孙坚征讨荆州 攻打刘表 刘表派黄祖在樊城邓县之间迎战 孙坚击败黄祖 乘胜追击 渡过汗水 包围襄阳 刘表闭门不战 派黄祖成业出城调集兵士 黄祖带兵归来 孙坚赋予大战 黄祖败走 逃到县山之中 孙坚追击 黄祖不将从竹林间发射案件 孙坚中间身亡 将星就此陨落 黄统三国中 黄统也是死于万箭穿星 他是东汉末年刘备帐下重要谋士 与诸葛亮同败为军师中郎将 与刘备一同入川 与刘备与刘章决裂之计 线上上中下三条计策 刘备用其中计 竟为落线时 黄统率中攻城 中章任埋伏 为乱箭射死 黄统十年三十六岁 刘备极为痛惜 一说到黄统就流泪 黄统死后 藏于落凤坡 目的只有简单的维护 据说这是刘备为其清选的目的 黄统的死确实可怜 如果刘备能够听得黄统的话 也至于害得黄统万箭穿星 张和张和是曹魏的名将 特别是三国后期 是抵御诸葛亮的最重要的大将之一 张和用兵机变无双 懂得战术变化 善无安营不证 根据地形布置战略战术 没有他预料不到的情况 从诸葛亮起的蜀国大将都非常忌惮他 他一生最经典的大战发生在228年 他随曹真西举诸葛亮 在接亭大败蜀军 破旗退回汉中 但是在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司马懿和张和同领中 将到列阳迎击 诸葛亮退守齐山 司马懿强行命令张和追击 张和追到木蒙古 与蜀军交战 结果中了诸葛亮的埋伏 万箭穿星而死 可怜张和议员猛将就这样惨死 吴班吴班为蜀汉议员将领 出出场为张飞不将并辅助手浪中 张飞遇害后 吴班发表奏之刘备 刘备出兵伐武 以吴班为先锋 一直进军至一都 并击败吴江孙桓 将其围于仪陵城 诸葛亮出使北伐曹魏 吴班以后将军 安乐侯的身份跟随出征 而且多次立下战功 但在诸葛亮第六次北伐曹魏 引诸江进攻北援 令吴班 无意引木伐兵去烧魏军服桥 魏江张虎 乐称统军在岸上乱剑射主 吴班中箭而死 夏侯霸最后一个是夏侯霸 这夏侯霸攻马贤熟 由曹爽推举的心腹不将 多次抵御蜀汉的侵劳 在征伐辽东攻孙渊时 不到数回合砍掉辽东大将军悲眼 辽东军大乱 后来司马懿政变 曹爽被杀 夏侯玄被调离 夏侯霸看出司马懿的野心 虽起兵造反 却被郭怀击败 走投无路不得以降属 夏侯霸投属时 已经是一个年华老去的将领 夏侯霸在蜀氏追随姜维北霸 曾不到十回合打败郭怀救出姜维 最终却在桃阳之战中 邓爱伏记万剑川芯而死 上了战场 其实就是把脑袋别再哭腰带 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 但是万剑川芯这种死法 确实想想都让人害怕 还不如一刀砍死的干脆点 请不吝点赞 tahun